中共外交部周五宣布 报复制裁七个美国人和民间实体 包括前商务部长罗斯 白宫回应 将继续执行先前对中共官员的所有制裁 中共23号宣布将制裁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巴塞洛庙 国会行政部门 中国委员会前办公室主任斯迪沃斯 等七个美方人员和实体 作为先前美方制裁香港中联办七名官员的报复 对此白宫发言人杀起强硬表态 美方不会因此被吓到 其中在港授权代表遭制裁的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在推特发文表示 中共宣布对全球部成员和其他人的制裁明显是政治报复 我们坚定支持研究所的成员和所有为全球各地民主挺身而出的人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主席也替遭制裁的成员发声表示 不会因此被吓住 我们仍将坚持在全球加强 和维护民主制度规范价值观的使命 中文唯一被制裁的是 作为唯一被制裁的实体 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慕民呼吁美方 能继续坚定支持香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声音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理查森则认为 中共的制裁是为了转移焦点 对他和他的工作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让他更担心的是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处境 不过中共实施所谓的反制裁 以回应美国对中联办官员的制裁 就选在美国国务院副助卿雪曼25号访中前夕 也让雪曼的访华前景蒙上阴影 新唐人亚太电视唐杰安整理报道